巨大火球从浓烟之中窜出 差点烧到旁边的消防车 美国伊利诺州洛克顿 一间化学工厂不明原因起火爆炸 换个角度看 整座厂区陷入火海 浓浓黑烟飘到好几百公尺高空 连记者会现场都烟雾弥漫 消防队长说不危险 但保险起见 方圆1.6公里内居民通通得撤离 工厂内70位员工已经安全疏散 只有一名消防员在救灾时受了轻伤 这座工厂平时生产油性润滑剂 里头放了硫酸等各种化学物质 就怕用水灭火会让化学物质流进洛基河 交防队决定停止灌水抢救 惊险的爆炸景象也在俄罗斯第三大城新西伯利亚市上演 加油站大爆炸发出轰天巨响 几百公尺外都看得到殉壮火焰 这起事故造成至少35人受伤 媒体报道延烧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尺 幸好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